被迫进入恐怖游戏 我胆小射恐又怕疼 多半活不久 副本里别人被追得滋蛙乱叫 眼泪鼻子呼一脸 断完胳膊又断腿 我却被各个怪物按着 嘴唇都给作肿了 你好香 也好滑 给我蹭一下 让你过关 直播间里的弹幕 嘶哈嘶哈 老婆皮肤好软好白 疯狂逃生的玩家 直接傻眼 到我这就改了黑 订阅恋恋推文 每天更新精彩完结文 正文现在开始 欢迎来到逃生游戏 玩家乔蒸蒸 已绑定副本在入中 预计一分钟后开始传送 丁 嘈杂的机械音在我耳边响起 我躺在床上睁开眼 周围是华丽的吊灯 和繁复的壁纸 一看就不是我的小处租屋 玩家乔蒸蒸 已进入逃生副本 神之眼本次你将扮演的角色 是即将被祭祀的小女佣 主线任务 在规定时间存活 或找到传说中的神之眼 任务时间三天 副本人数未知 任务失败 或玩家死亡 都是不可回溯的 请过程中务必小心 系统提示 不要相信任何人 我弱弱地打断系统 请问 可以退出这个游戏吗 系统明显地停顿了一下 不可以 我眼巴巴地看向 已经暗下来的天色 再次问道 这个游戏有鬼吗 系统不说话了 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 晚餐时间到了 好 我揉了揉眼睛 朝门口走去 眼前突然弹出一个 弹幕闪烁的大屏 听说刚来了一批新人 嘻嘻 这个副本之前不是被封了吗 我之前看过其他人 过这个副本 这下有得玩了 嘻嘻 最爱听新人害怕的叫声了 卧槽 这小美人长得真带劲 兄弟姐妹们 我换知 现实更为劲 嘶哈嘶哈 小美人被吓得哭唧唧的声音 肯定很好听 弹幕上赤裸的文字 让我不敢再看 这些观众都在说什么呀 系统 可以屏蔽 弹幕上的文字 越来越露骨 我用手背试探着脸上的温度 关掉 关掉 餐桌上坐了很多人 但是精卫分明 有好些人穿着和我一样 看来 祭祀的不止有我一个人 上位有三个男人 都戴着不同的面具 看起来金贵非常 应该是这个庄园的主人 除了咀嚼声 桌上再没有其他声音 安静的可怕 我悄悄询问系统 任务失败 我会死吗 嗯 简短冷淡 很符合系统的作风 我扁了扁嘴 冷暴力是不行的 系统 下一秒我察觉到 腿上传来冰冷滑腻的触感 一丝一丝的缠绕着我的小腿 然后收紧 我大脑顿时一片空白 呼吸急促起来 系统你不是说没有鬼吗 没有说过 眼前慢慢浮现出水雾 喉咙发梗 那滑腻的东西还在慢慢往上 就快 我实在忍不住 站了起来 众人的目光蹭得看向我 似乎都在谴责我 没有规矩 迎着许多人的目光 我低下头 感觉到那东西消失后 小声道 对不起 有东西跑我腿上了 上位一位男人眸光一闪 有些戏谑 是吗 我坐了下来点点头 男人用指节分明的手 敲敲的桌面 看起来饶有兴致 但终究是没再说什么 后半段时间 我总感觉有视线窥视着我 暧昧又充满贪婪 回到房间 我才松了一口气 这时候弹幕又跳了出来 刚才谁看见了 老婆腿下缠着的那东西 嘶哈嘶哈 已经沉浸式变成了刚才那东西 老婆的腿白白的 软软的 腿肉都被勒出来了 极度简直是一如反掌啊 一如反掌 我也想在老婆身上留下痕迹 看到这条弹幕 我低头挽起裙脚 果然刚才被缠绕的地方 已经被勒出一道暧昧的红痕 卧槽 宝宝看我们的弹幕了 呜呜呜呜 宝宝看看我 想啃宝宝的脸颊肉 谁支持谁反对 我反对 弹幕又开始猖狂 我忙不迭地关掉 现在已经接近九点 门外突然传来嘈杂的脚步声 脚步很焦急 像是有什么东西吸引着它 来来回回 却仿佛找不到方向 系统突然出声 请玩家尽快开始任务 48小时后将进行祭祀 天黑确实是查找线索的好时机 我站在门口 听着外面着急的脚步声 很吸了一口气 刷得打开了房门 外面一个人影都没有 脚步声也没了 我哆哆嗦嗦顺着楼梯 走到了二楼的厨房 微弱的灯光还亮着 眼前突然出现一个人影 我小声地叫了一声 定睛一看它 脚下有一团黑漆漆的影子 不是鬼 我呼出一口气 你好 请问 那人顺着光看清了我的脸后 突然禁锢着我的肩膀 语气癫狂 这张脸真好看 把这张脸给我好不好 说着手掌划过我的脸颊 眼神带着痴迷 我瞪大眼睛开始发抖 那人的力气越来越大 我开始挣扎 放开我 那人似乎清醒了一瞬 双手扣着头 眼神无光 快回去 快回去 千万不要去阁楼 千万不要去阁楼 话音刚落 她的眼神又不正常起来 我后退几步 转头跑出了厨房 跑过拐角处 漆黑的东西在地上来回游走 似乎在找什么东西 我站在二楼楼道 摸着扑通跳的心脏 平复呼吸 害怕了 这还是系统第一次 主动和我搭话 这个还好 我之前一个人的时候才害怕 嗯 我一边走一边和系统闹 我在公园院的时候 受的欺负比这还多 他们把我锁在厕所 告诉我里面有鬼 系统有些来了兴趣 哦 我挺起胸脯 有些骄傲 第二天 他们放我出去 我就告诉院长 后来他们就很少恶作剧了 系统没出声 过了一会 感觉悠悠扬扬的传来了一声叹气 我开始炸锚 系统 你听见叹气声了吗 没有 我捏手捏脚的朝阁楼走去 我从小脑子就不好用 现在唯一的线索就是阁楼了 我抬手看了看表 时间突然加快 刚刚还是九点多 现在一看时间已经接近十一点了 时间流速变快了 我踏上最后一层楼梯 阁楼门如血一般黑红 细纹估计 还有类似鲜血般的铁锈味 门后突然传来一阵脚骨头的声音 咔嚓咔嚓 还伴随着圣人的笑 毛骨悚然 我汗毛倒立退后几步 一想到这门必须进 眼泪就开始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我 我一定可以 呼 手刚握上门把手 砰砰砰 门开始剧烈震动 里面的东西撞击力道越来越大 撞击猛地停了 那摇骨头的声音 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身后 我不敢大声呼吸 吞咽了一下 巨大的恐惧 让我短暂失声 熟悉滑腻的触感攀上我的肩膀 试探地划进我的衣领 一双冰冷的手用力揽住我 若有若无的触碰感 从耳后到肩膀 如鬼魅的声音从我驳梗后传来 好香 我努力让自己平静一点 但使劲攥住裙摆的手抖得不成样子 浑身的血液直往头顶上冲 细 系统我 还没来得及求救系统 我被强制转了个身 那是一团黑影 没有人形 它贴近我 从雾里伸出几条长长的触手 将我拉入血红色的阁楼 一进入它的底盘 它好像更加肆无忌惮 黑雾散在我的四周 像是隔绝了空气 我额头上浮出细密的汗珠 有些呼吸困难 触手缠绕在我的手腕上 暧昧地抹扎着 我艰难地挣扎 却好像激怒了它 它一寸一寸往我的裙摆内延伸 我咬着唇 乌咽着 不要 别怕 我听见了系统的声音 睁开眼后 眼泪顺着眼角滑落 直播间的弹幕又开始活跃 不行了不行了 我开始流鼻血了 触手play 这是我们能看的吗 自信一点 我们还看的是现场直播 嘻嘻 嘻哈嘻哈 我也想摸老婆的腿 音音 老婆让她第一次温柔一点 别一来就这么刺激 瞥见弹幕的插颗打混 让我害怕的心情 稍微缓解了一点 触手在腿根处欢快地滑动 但却又没有找到地方 没有恶意 更多的像是喜爱 我带着鼻音坚定地说 可以把你的拿出去吗 兄弟们这句话不亚于在那啥上说那啥 上面的 抛开你的内容不谈 你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 卧槽 我老婆难道是掉戏 裙下的触手停了一瞬 然后真的收了回去 我眼睛一亮 鬼怪都是讲道理的呀 黑影贴在我旁边 嘶哑又迷惑的声音传来 不 可以 摸吗 我摆摆手后退一步 不可以 那道声音更迷惑了 不 可以摸 喂 什么 我眨眨眼睛 哇 找到了一个比我还傻的 我转了转眼睛 开始问系统 找线索问NPC可以吗 系统沉默了一瞬才到 理论上来说可以的 直播间 哈哈哈哈 傻老婆 其他人看见这种NPC跑都来不及 好好好 看了这么多年直播 还是宝宝让我打开了新思路 我抬起脸 开始忽悠眼前这团黑雾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要是告诉我了你就可以 可以 我摸这个字 我直接模糊带过 黑影似乎开始兴奋起来 开始来回飘 你知道这里的神之眼吗 神之眼 黑影有点疑惑 我点点头 眼里带着希望 黑影似乎真的在认真思考 我快速地望了望四周 里面昏暗 但是依稀可以看清不菊 快速扫了几眼后 我悄悄后退到阁楼的门边 双手背在身后 扒拉着门锁 这间屋子应该对黑影有禁锢 没有 听说过 黑影一出声 我立马闪身拉开门 反手大力地关上门跑了出去 在黑影愣神的瞬间 头也没回地 跑回自己的房间 我坐在自己的床上喘着气 系统突然出声 寻找神之眼进度 百分之三十 获得道具 蛊惑本次道具 只可在本副本中使用 我还什么都没有干呢 怎么就 系统不会出错 依旧冷淡的声音传来 我垂下眼 小声嘀咕 出错人总不会是我吧 听得清清楚楚的系统 翻飞的弹幕飞到我的眼前 宝宝就这么跑了 我记得 上次有一个玩家刚进去 就宣布死亡 好好好 只有我想着宝宝这次跑了 会不会激怒他 嘻嘻 下次直接按着宝宝嘴唇 都给作种 那玩意还怪纯情的 黑话之后 嘿嘿 今晚就梦这个 不知道我哪里来的底气 估计是觉得那黑影 糊弄 我开始leaflag 看见我沙包大的拳头了吗 下次就该发挥作用了 弹幕满屏 哈哈哈 打引号的沙包大的小粉拳 应该用在他该用的地方 嘻嘻 楼上的兄弟 你当初退出黄坛的时候 我是第一个反对的 加一 加身份证 我气愤地让系统关掉弹幕 说不过就关掉 略略略 我盖着被子 迷迷糊糊地躺在床上 满脑子都在想着 刚才的阁楼内部的布局 里面应该是居住着 一个备受宠爱的女孩 白色大理石铺成的地板 名贵的地毯 大吊灯 一串水晶坠子 精美的系 雕出整个房间 床上铺满了 淡黄色的鹅绒毯 看起来柔软而舒适 桌上摆放的小玩意 似乎都是迎合女孩的喜好 房间的正中间 像是有女孩的画像 不过上面蒙了一层雾 看不清脸 这个房间到底有什么呀 我打个哈欠 不受控制的沉沉睡去 没多久 一道黑影站在床头看着我 对方的一双大手 丈量着我的脖梗 真是不乖呀 早上洗漱的时候 我看着脖子上 一小团红狠疑惑道 这里有蚊子吗 系统还没有出声 我就穿戴整齐出门了 嗯 得去找一点要擦擦 这栋别墅里 是有单独的取药区的 但是要先穿过休息区 刚进去 就看见一群人围在一起 你们听说了吗 昨晚凌晨的时候 近地好像出事了 说话的人 神神秘秘地指着楼上 我今天早上也听说了 最近感觉真不太平 希望不要影响到祭祀 说到祭祀 好期待时间快点呀 我觉得很奇怪 慢慢靠近最外围的圈子 轻轻拉了拉一个女佣的袖子 他转身看着我 有什么事吗 我拉着他退到角落里 我指了指很兴奋的人群 他们怎么这么兴奋啊 他一见我说的是这件事 眼神不在戒备 他们在说祭祀的事呢 我还是有些摸不着头脑 这种事情很值得期待嘛 见我这样说 原本温和的人 脸色暗沉下来 你不想祭祀 我色缩了白白手 不不 我想的 听见我这么说 女佣脸色才渐渐好转起来 随即又开始变得狂热 祭祀这种神圣的事情 能够落到我们身上 我们该感恩戴德 如果神能够降临视线到我的身上 那我就 话没说完 他用还没冷却下来的狂热眼神 腻了我一眼走掉了 我绕过人群 走向取药处 祭祀难道不是献出生命 我趴在光滑的大理石上 朝黑漆漆内侧喊道 有人吗 没人回答 大理石台面见得很高 我点起脚尖 向里面望了望 只一瞬间 一双黑道是光的眼睛对到我眼前 我本就是扒在台上的 被吓后 重心不稳 直接向后倒去 重力加上支持力 我屁股的受力面积 直接占完全部 撕 疼痛直接让泪水夺框而出 台面后的男人很快出来 那是一张很俊美的脸 额前的黑发 快挡完眼睛的视线 抱歉 没摔坏吧 我揉了揉 抬起头伸出手 没事 可以扶我一下吗 谢谢 我眼看着面前这个男人一直盯着我 受恐属性 马上又要犯了 直播间的众人又开始不平 好好好 又有男人为我的争争宝宝倾倒 好好好 我现在的状态 就像太监逛青楼 想打人 却有心无力 好好好 我牙都要咬碎了 疼痛转移了我全部的注意力 没看见弹幕说了什么 男人没有接过我的手 却弯腰把我公主抱起来 我条件反射地蹬了下腿 却牵动了屁股的神经 又被痛得乌液一声 男人听见加快了脚步 取药处原来只有外面漆黑 内里却是亮亮的 男人将我放在小床上 伸手要撩开我的裙子 我反手拉住 你干什么呀 男人只停顿了一下 手却没停 你需要上药 我努力翻了个身 不用 我是来拿药的 男人闻眼眼睛看向我 拿什么药 我扒拉开领口 折指 这里好像有蚊虫 被咬后摸起来有点痛 男人脑袋猛地凑近 冰冷的手来回 妈撒着那块红痕 竟然在我之前下手 我转过头 你说什么 没什么 我去拿一点去衡的药膏 我点点头 没反应出来 有什么不对 等屁股缓过来之后 我慢慢滑下床 看着这间取药处 药材放在一个个小抽屉里 外面还贴心地 写了药的名字 乍一看 没什么不对 可总觉得阴森森的 感觉看不见的地方 有东西在窥视 一寸一寸 毫不掩饰 男人很快就拿了一管药膏过来 早晚的擦一次 我点点头 谢谢 抬手拿着药就想走 却被男人一把抓住手腕 还没付钱 这个取药处 不是庄园里的人 可以随意取的吗 我窃窃地抬头 可是我没有钱 这句话似乎正中他的下怀 没有钱 我点点头 男人指了指自己的脸 一个稳换一只药 又是一个变态 还没来得及后退几步 男人突然变脸 带着嘲讽一笑 你觉得谁都会对你的 吻屈之若鹜 还是说你觉得 谁都会喜欢你这张脸 靠着这张脸 做到你很多 原本做不到的事吧 他掐着我的脸 低下头似乎在端下 视线落在我的唇上 脏 说爸放开我的脸 转过身从兜里 掏出一张手帕擦了擦手 然后当着我的面 丢进垃圾桶 我站在原地 看着他转头走进一间屋子 我清楚地看见 他脚下的影子 逐渐变成一种熟悉的东西 和那天在厨房 和阁楼里的东西 一模一样 黑色的影子 躁动不安地 想朝我这边滑动 却好像被什么给压制 他好像很愤怒 我头也没回 拔腿就跑 身后的黑影 见我逃走 迅速地爬进垃圾桶 拿出被扔掉的手帕 牛拨一 解几个拼死得不到的 这狗东西 还嫌弃 好好好 他最好是 别到最后 口是心非来追击火葬场 惩罚他一辈子 都亲不到宝宝的香香唇 微笑点句屁句 狗男人罚他的牛子不能用 缩短20厘米 系统的播报声又开始响起 寻找神之眼进度 50% 奖励道具 听话拨拨拳 本次道具 只可在本副本中使用 直播间弹幕只沉寂了一秒 很喜欢恐怖玩家的一句啊 不是 老婆你干啥了 我的天 这个副本之前没被封的时候 玩家几乎连10%都没有 我插一句嘴呀 这道具名字真的很有水平 哈哈哈哈 我丢我还以为老婆 真是笨蛋小美人 没脑子的那种 看着满屏的夸赞 我有点不好意思 郑玉询问系统 没想到系统先出声了 不委屈吗 生气 你是说刚才那个人吗 嗯 我挠了挠头 抬手挤出药膏涂在了脖子上 我之前在学校的时候 也会有人这么说我 他们说我是靠这张脸被包养 考进一本院校 也是靠一些见不得人的关系 刚才那个人说的也没错 我什么也不会 也怕死 很希望有人可以带我通关 可是我感觉这个副本里 好像没有其他的玩家 见系统没有说话 估计是嫌我话多 我嘿嘿一笑 没关系啦 通过了50% 我觉得我已经很厉害了 祭祀时间还剩9个小时 我点点头 回到床上躺着正打算睡一觉 门突然被敲响 主人让你去一趟主楼 顿了顿又道 尽快 我爬起来穿鞋子 好 马上去门外的脚步声 渐渐远去 系统会不会有诈呀 庄园主人 怎么会无缘无故地 喊跟女佣去主楼 弹幕接话哭哭快 还能是为什么 嘶哈嘶哈 关上门就变禽兽 呜呜 害怕宝宝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了 我是变态 我好想再看看宝宝流流眼泪 宝宝年纪还这么小 妈妈不准 我稍微安抚了一下弹幕 随即出了门 我敲响了主卧的门 低哑的声音从房间传来 进来 进门之后 我留了个心眼 没关门 坐在中间的是 之前在饭桌上 看见的三个男人之一 依然戴着面具 过来 我站在原地不敢动 男人嘀嘀一笑 手一抬 门硬尸而关 喷一声 我吓得一抖 男人起身朝我走来 他们都说你回来了 他拿掉面具 低头嗅着我的味道 这个角度 我可以清楚地 看见他的额头上 赫然有一只闭着的眼睛 眼睛周围 覆盖淡淡的金色 但更多的是黑色 我快要感受不到 自己的心跳 男人闻完之后叹一声 是你的味道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就是神之眼的持有者 我向系统询问答案 神之眼是在庄园主人身上吗 寻找神之眼的进度 未超过50% 不能提交答案 你去过阁楼了 我僵硬的没动 害怕一个回答不对 就命丧于此 似乎是看出了我的紧张 别紧张宝贝 他体贴地向后退了一步 喜欢那个阁楼吗 看样子是询问 我感觉要是说出不喜欢 眼前的这个人 就要开始生气了 我点点头 尽量斟酌着开口 那个房间很好 居住在那里的女主人 一定很受宠爱 男人听见果然心情愉悦 既然喜欢 那今晚你就搬过去啊 什么情况 按照我的猜测 那个女孩应该是 这个庄园的另一个女主人 房间被保留得很好 但是一直没见到人 估计是走了 我慌乱地摆摆手 不用 不用了 我现在住的那间就很好了 男人依旧笑着 语气却不容置疑 今晚就搬 说着踏过了那道安全距离 又强制地抱住我 嘴里模糊地说着什么 过了好久 我才被放出主卧 我羞愤地擦着 被作红的嘴向系统吐槽 这里的人都爱对人 动手动脚的 弹幕跟着硬声冲 就是就是 多爱动手动脚的 我爱看嘿嘿 就是就是 都爱动手动脚的 我爱看嘿嘿 我一边翻看弹幕 一边问系统 他刚才说我见过他没 我觉得他有可能脑子不太好 系统难得沉默 怎么说 我掰着手指 加上这次 还有上次在餐桌上的那次 我一共见过他两次了 他不会是有什么老年痴呆吧 系统色声道 对于系统 大部分时间只会说 这个字我表示已经习惯了 我要搬房间这件事 传得很快 我在回去的路上 就听见其他人的讨论声 就是他 刚才管家亲自来说的 可是我怎么听说 那是 我也听说过 那个房间是主人的爱奇 三个人的 其中有一个人很不服气 他凭什么可以去住 该不会是靠着那张脸 当情人吧 你又知道了 我苦着脸 在房间内收拾着东西 眉眼和蔼的老管家 站在旁边等我 再不愿意去 也还是得去 我脑袋里灵光一闪 想起了阁楼里面 还有一个黑色的影子在里面 我都快要给管家跪下了 管家爷爷 不是我不想去 那个房间里有黑影 管家乐呵呵地道 您在说什么胡话呀 不说您从来没进去过那里 就刚才主人还亲自进去打点过 我还是相信我自己看见的 有黑影 现在对我来说 恐怖程度得放低一点 更恐怖的是 被我骗过的黑影 我战战兢兢地 跟着管家进入阁楼 满是铁锈的大门 竟然变得正常 我不可置信地揉了揉眼睛 房间内的所有的东西 都像是被擦拭过 我四处看了看 确实没有那天晚上 见到的黑影 其他佣人帮我铺好床之后 低头退了出去 管家 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 只剩我一个人 系统 延迟播报 寻找神之眼进度 70% 进度超过50%了 我急忙问 我知道神之眼在哪里了 是不是在刚才那个人的额头上 系统很快给出答复 答案错误 怎么会 我一下白了脸 额头那么明显的一个眼睛 竟然都不是吗 到底什么是神之眼 我顺势坐在 被人细心打扫过的桌上 顺手拿过了一个天使手办 食指抹撒着天使额上的脚 突然觉得 这个姿势好熟悉 桌面按理来说 不是用来做的 我却觉得 这张桌子就是给我做的 祭祀会在今晚10点进行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节点 请玩家务必到场 等待的时间过得很快 所有要祭祀的人 都穿着白色长裙 给我的衣服 却是一件鲜红色的 特别明显 应该不是拿错的 这么明显的颜色 我被推着出了门 站在一堆白色中间 走到哪里 都是被一眼看见的 坐在祭祀台下的 三个男人拖着腮 饶有趣味地 看着下面的一切 只有我惊恐地发现 三个男人的脚下 都有一团黑乎乎的东西 再仔细一看 黑色的东西都在动 是那种黑色的影子 我站在众人中间 三个影子 有些蠢蠢欲动 人都来齐了 中间的那位摘下了面具 管家立刻懂了 上前高声道 上祭台 让神选择他最喜欢的人类 我想我应该做些什么事情 这件事 我想做很久了 大家都顺着旁边的楼梯上祭台 我跟在队伍的最后 等所有的人都站在台上的时候 一束光直直地打下来 照在我一个人的身上 系统的播报声与之出来 开启进阶任务 得到神之心 我没管系统的播报 在光束打下来的那一瞬间 我跑向三个男人 站在他们的面前 抬手拿下他们的面具 他们也没有反抗 笑着看我摘下来 似乎有叹气的声音 不知道是他们三个当中的 谁发出来的 还是被发现了呀 系统 第一 寻找神之眼任务完成 进度为100% 记忆开始传输 话音一结束 大量的记忆如潮水般 涌向我的脑海 原来 阁楼里的那张画像 变得清晰起来 赫兰就是我的脸 这个副本 我不是第一次来 上次我的角色 是庄园三个主人的 青梅竹马 在更早以前 我和三个人一同长大 由于进去的时间 实在是太早 所以我同时 攻略了他们三个人 可是不知道为何 他们三个人 像是知道我 来做任务的 知道我要寻找神之眼 将我囚禁在阁楼里 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 让我和系统失联 神之眼 神明降下的视线 他们都爱我 却不让我完成任务 故意忽视我 神明的视线不在我身上 这个任务永远完不成 我被永远囚禁在阁楼 可偌大的庄园 总需要一个女主人 大家都知道 阁楼里囚禁的一个女人 多少人明里暗里 觊觎着那个位置 终于有一天 送来的饭菜里 被下了毒 任务失败 玩家在游戏里死亡 理应没有重来的机会 可我却换了个身份 重灵这个世界 我看着面前的三个人 果然 在取药处遇见的 和厨房看见的 就是另外两人 最开始的尸体 三个人痴痴地望着我 我们等了你很久 但是你回来了 肯定又要走 这次可以不走吗 这个世界是为你而造的 没了你这里的一切 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我既没点头 也没摇头 微笑着看着他们 你们爱我吗 三个人疯狂点头 我们爱你 所以 可以为了我们留下来吗 我闭了闭眼 等待着系统的播报 果然下一秒系统的声音 顺着脑海里传出来 恭喜玩家乔征征 完成进阶任务 获得神之心 请玩家选择 是否现在脱离副本 我点了点虚空中的确定 三个男人似乎看出了什么 急忙想要拉住我 系统突然出声 跳下去 我跳下计台 玩家乔征征 开始脱离副本 一阵白光闪过 我来到系统的空间内 恭喜玩家通关副本 神之眼 获得神明好感度100% 达成结局 众神的宠爱 达成进阶任务 获得神之心 获得SSS 及任务道具 神之心 可轻易获得别人的宠爱 神之眼 能够轻易看穿一切口是心非 游戏内未用的道具和打赏 全都转变为通用货币 我茫然地坐在系统空间的沙发里 缓了一会才拍拍胸脯 刚才真的吓死我了 系统 看不出来 我拉着系统复盘 所以你说你再次找到我 是因为三个神 舍弃自己的肉身 才让我重来一次 系统 难怪他们的脚下 都会有一团黑色的影子 估计就是之前的他们 和后面时间断的他们共胜了 我叹了口气 最开始的任务 失败也是因为他们 立马把三个男人抛之脑后 看了好几个小时的电影 系统实在忍不住出声 请玩家现在前往游戏内的现实世界 什么叫游戏内的 话都没有说全 我整个人直接消失在了系统空间 再次睁开眼 看见街上人来人往 可以说和之前的现实世界别无二致 系统这是哪里呀 这里类似于玩家们的中转站 完成一个副本后 可以在这里购买下次需要的装备 或者是技能 副本中获得的奖励及打赏 都会换成这里的通用货币 以用积分安装最新款论坛交流网站 我好奇地看着虚空中出现的网站 刚点进去就被刷屏 卧槽 卧槽 神之眼这个副本不是被封了吗 怎么现在有人通关了 新人一眉 有没有大佬讲下是怎么回事 这个副本被称为死亡副本 进入的没一个出来过 但奇怪的是很久之前 副本莫名其妙地被封了 任何人都进不去 现在突然说有人通关了 还是100%进度 卧槽这么强 该不会是工会的大佬吧 应该不是 那几位大佬金副本到现在还没有出来 666 该不会是新人 不知道啊 这上面连名字也没有 说实话 这个副本我能通关 就像是做梦一样 但事实是就是通关了 嘿嘿 我运气真好 系统告诉我 这次结算奖励很多 可以去商店看看 我先是在系统商店 买了几斤赛博瓜子 没事的时候可 还顺带打了个旅馆 准备看的电影等会再出门 刚拿出我的瓜子 旅馆门被敲得咚咚作响 有人吗 例行检查 可是门外熙熙攘攘 感觉有很多人 系统 系统淡淡到 可以见 可以见 意思就是说可以不见 想等门外的人自己走 可没想到 他们好像断定屋里有人 我模模糊糊的听见 有人去柜台拿钥匙了 怎么办啊 人太多了 受恐人是真的受不了一点 没过一会 虚空中出现一排字 玩家乔征 是否进行下一个副本世界 我快速点击确认 副本世界 大学生生存规则怪谈加载中 温馨提示 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护好自己 不要引起他的注意 他对你有100%的欲望 全文完 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护好